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杨氏太极拳的基本手型 杨氏太极拳的掌 称之为自然掌 也就是我们的五指疏松展开 劳工穴内涵 虎口称圆 那么在做掌的动作当中呢 我们一般说 书指尘腕 掌心朝前 手掌 卷之为拳 在做拳形的时候呢 四指卷颅 拇指内扣 在中指和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 我们在拳的前方 这个部位称之为全面 上方称之为全眼 内侧称之为全心 五指第一关节自然向下捏拢 拇指和食指中指无名指的第一关节自然捏拢在一起 小手指自然靠拢 那么在钩形上 靠近万部的部位 我们称之为钩顶 指尖部位称之为钩肩 下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手法 那么在太极弦当中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太极的核心内容 就是八法 分别是 棚 屡 挤 按 踩 裂 肘 靠 好 那么在阳式太极弦当中呢 一个动作就包含了四种的技法 那就是我们的揽却位的动作 好 大家看我做一下 我们从抱球式开始 捧 捋 挤 挤 暗 那么在太极弦当中呢 彭履挤 挤 裁脸 轴靠 它有时既指一个特定的动作 但更多的时候呢 是指在太极弦的引练当中 不同的动作之间 相互的转换的 尽力的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